這個質詢到4點30分 4點30分,就我們現在廖國棟委員還有簡東銘委員 質詢完,其他的委員如果沒有到現場 我們就結束我們的質詢 他們兩位,對 有誰? 誰? 一陣道跟黃偉哲委員 那就到黃偉哲委員,好不好 那請通知他們趕快來 那我們現在就請廖國棟委員,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行政官員,我們請署長,好嗎 跟FDA一起來,好嗎 署長,你辛苦了 從國外封城瀑布回來,就要面對這麼大的 甚至比國外在WHA更難應付的,更難應對的一個狀況 當然現在事情已經發生了 已經發生了,所以我們想的是如何去維護 國民的健康的後段 包括追蹤,包括這個必要的一些檢查等等 我們要做的是這一塊 當然剛剛我們修委員也特別提到了 這個原來應該就是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應該要去進行更多的 環保荷爾蒙相關的這些產品的管制才對 但是我們本來就是議題 是議題的,你不能說你管前段 我管中段,然後誰管後段 最近有一本書叫水資源 水資源戰爭的一本書 就提到了我們現在 這個水污染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但是沒有人去管 很多是我們看不到的,不知道的部分 因為這個科技越來越進步 都沒有出來,但是我們的檢測的能力 有沒有跟上,我個人是大表懷疑 因為我們在光是從藥品開始來看 TFDA就已經捉襟見皺,人手不足 現在臉食品 本來你們都放任自律管理 源頭自己管理這個部分 也開始拼拼的出狀況 所以我看你這個後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我比較擔心的就說 現在根據國衛院的說法 這個東西啊就是塑化劑啊 基本上它應該是經過尿液 經過腎臟來排除對不對 對,一般是很快就會出去 48個小時內應該會排除 流至,你說在人體流至就48個小時 但是它有可能累積沉澱呢? 很少 很少 我們有足夠的案例來大聲的講說 不會累積,不會沉澱在一間 大部分都是動物實驗 是透過動物實驗 看到的結果是這樣 OK,不管怎麼樣 這個已經造成了人心惶惶 尤其對現在的這個少子化的台灣 像我也是只有一個兒子 我就非常擔心 每次我跟兒子說 走走走我們去吃這個野草青草等等 說爸爸,那個是LKK吃的東西 現在的小孩子吃的東西跟我們不一樣 尤其是這個素食,甜食 包括這個好看 又有香味的這些飲料等等 那是現在年輕人 時下的小孩子最喜歡的東西 我都擔心自己的兒子 會不會也會淪落到這樣 所以我現在要問你的是 雖然它可能不會沉澱 不會累積 但是它這個危機是在的 我看到了這個報仔說 你們準備要做健康檢查對不對 對於一定年底以下的 健康資訊門診 健康資訊門診 只有諮詢而已嗎 這諮詢而已嗎 對 那就是一樣的健檢嘛 等同健檢嘛 對不對 這個要做多久 你們有沒有想過 要持續做多久 大概原則上目前是 先是一個月嘛 然後我們再看情形 再extend 你們沒有想過全面來做嗎 有 而且有提出的你們才做 有沒有想過全面來做 你說做 就是這個諮詢嘛 讓他們來諮詢嘛 做做健康檢查的意思嗎 現在也差不多是全面了 全省都有 有嗎 全省 現在報紙說台北市跟新北市有了 其他的縣份好像沒有了 25個屬立醫院都開始 包括金門、澎湖 還有連江都有了 我就非常擔心 我的偏遠地區的這個民眾 他們喝飲料不輸給這個都會區 他們也是愛喝飲料 都有 各類的飲料都有 但是他們如果要去做 做這樣的資訊 去做這樣的門診 哇 那個耗費的時程 這個成本非常的高 甚至我 我 有一點懷疑 是不是 所有的屬立醫院的檢測 或者這個檢查的能力 包括檢測的能力都一樣嗎 現在目前 只是做 做他 interview 然後呢 目測 physical examination 就是理學檢查 那麼 女生呢 就注意到 是不是有性早熟 這些 那男生呢 就注意到這個 性器官的問題 那麼因為怕這兩個來 那如果有這個問題 我們另外 小兒科醫學會 還有婦產科醫學會 還有泌尿科醫學會 我們都徵詢過 那麼他們也有第二級的 轉診中心 所以大概 他們只是做一個screening 就是做 對啊 你現在就是做screening而已啊 對對對 那如果假設確認 喔 你這個懷疑啦 不是說確認 你說可能喔 那麼他必須要轉診 都都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 問題是 偏遠地區的小朋友 不一定有能力 要到你 告訴他們說 你可以去哪裡的地方 去檢查啊 像這些你們是不是可以 應該要補助他們的交通費用等等 這個我想我們再來 你們在做做要點的時候 請考慮 好 偏遠地區 我們要給他平等公平的 一個檢查的機會 跟甚至未來的這個 治療的這個機會 了解 好不好 了解 另外 對於TFDA 我 那個 局長 是 我很想知道 你現在成立了TFDA之後 是 跟過去 你統合了幾個藥證 食品 跟你食品嘛 對 還有檢驗相關 比過去 你的人力有增加多少 呃 今年成立以後 就是以那個編制員呢 的話 就是原來四個單位是460幾位 然後增加到505 齁 那呃 編制員呢 是有增加 從原來的 呃 392 到4 4 6 7 4 6 7 對 那但是因為我們齁 因為回收了 呃 那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邊境的部分 嗯 所以事實上我們還有很大一塊 就是 呃 的人力會 會跑到邊境那邊去 對啊 據我所知你們人力根本就不足嘛 啊 根本就不足 你有沒有跟OECD來做個比較 我們就食品檢驗藥品檢驗這個部分的 呃 或者是包括你要去做機場這個部分的 你們的人力 哦 應該還要補足有多少的這個 落差要做 是 那這個當然我們有評估過就是呃 呃 比如光是呃 藥品這邊 就是藥證這一塊 光是審查人員還有機查還有這個 所謂ADR的這個部分 嗯 那當然呃 呃 我們原來呃 提的就是 還原來的預算提的還蠻多人的啦 大概800多人 我們當初最早估計的時候 那呃 當然是有一點落差啦 那將來變成呃 呃 這個環 這個衛福部以後呢 你的人員會增加嗎 呃 我們是有 呃 應該有一個百分呃 百分之五的一個增加 應該是到 編制員了啦 呃 編制員了到那個523人 編制員了 對 編制員了 那這個預算員呢 還不知道 還要等那個核定這樣子 我是非常擔心你的人 人力不足啦 光是在藥品 呃 這個登記查驗 這個程序啊 你們就已經寫寫寫寫的 看得出你們的人手是不夠的 一個一個一個藥品 光是登記到查驗 要搞個半年一年的 後面的那個程序啊 更冗長 那你們現在食品 根本就沒有管嘛 只要他登記嘛 登記以後就就放任了嘛 自自律嘛 對不對 是因為這個世界各國 對於食品的管理齁 基本上 我們對於這些 特殊營養食品 齁 或者是呃 這個 食品添加物 還有健康食品 才有採取登記制度 對啊 真正有審查的齁 大概就是 呃這個 健康食品 跟那個 特殊營養食品的部分 所以一般的食品 根本就沒有嘛 你只讓他登記 就沒有在管了嘛 沒有 我們在所有的那個 呃 因為世界各國就是說 對於食品的齁 齁就是用食品原料 到都是用正面表列 那在食品原料 能不能用齁 齁這個就會經過呃 一個評估 那評估過之後 會有 如果沒有限量的 還有一些限量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公告之後 所有的食品業者 就要遵照這樣的公告 來做他的一個配方 你應該要跟署長大聲的講 你的人力不足的狀況 不然的話 他國民的健康 誰誰誰誰的保障 那說對 我倒是有個建議 齁 今天我看了一篇 這個好像是中國時報 還是自由時報的一個專訪 提到 這個醫生或者是濱漢啊 的老闆啊 是從學徒變師傅 師傅變專家的呢 六塊對不對 這樣的說法你有看到 對有聽說 那麼你想從一個業者 一個董事長 從學徒變師傅 不是沒有了 王永信也是啦 但是這種是非常專業的部分 尤其我們現在對這個 新一代的科技的產品 日新月異啊 如果你不去進修 他能不能跟上 把最安全的 最好的產品 來給國人來享用 他們有沒有所謂的進修制度 是不是應該要設計這樣的一個進修制度 我想你只是指這個食品安全的教育訓練 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因為那個 對啊 最起碼有一個教育訓練 也是一個進修啊 對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我想我請 康 在管理上有沒有這樣 有 我們現在有維景工業局 在設計這個食品技師的部分 那當然 其實在食品業 幾乎都是用學徒制開始的 對啊 所以麵包師啦 這些 那這個 這兩位的 編漢的育訓 他確實是跟以前 一個香料的公司的老闆 那他們 那香料 照以往 是照日本的一種 做法 他們好像也是加這種 一點點塑化劑 那後來這個 當然這個香料老闆 認為說這不對 他沒有用了 但是這個學徒大概 沒有學到 所以就 就這樣做這樣子 一個事情 那我們看到也很遺憾 所以我們應該要加強他們的專業 是 因為雖然不是藥品 但是食品呢 是非常廣泛的 流通 非常大的 所以他們的專業 有必要給他加強 蘇帝王 是 這個我想委員的指導 我們一定會努力 這個 尤其是在教育訓練方面 對呀 這個最起碼 這個教育訓練是應該要 應該要做 那麼要問的問題也很多 剛剛那個 局長就提到了一個 你們現在的一個盲點啊 包括醫材的認證 都在工業局 剛剛局長也說要請工業局 你加強專業訓練 這一塊本來就是 衛生署要做的 當然過去 因為在管理上 早期啊 那個是屬於工業局 經濟部在管 沒有錯 但是我們都已經到現代了 結果我們這個部分 還在工業局在管理 他們有這樣的專業人才嗎 有這樣的這個環境 可以 可以這個培育 專業的這個 我們的 食品業者的老闆嗎 沒有呢 是不是這一塊應該要移給你們呢 這個是彼此分工啦 那工業局管那個製造這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在跟他們一起來研議 這是之前 像化妝品一樣 它是GMP 它輔導 然後用衛生署來認證 那這個是否 這個食品工廠 我們日後 是不是採取這種方式 我們再來研議 好 我想在委員會應該要做 那個 謝謝 國東啊 今天我們杜局長有來 是不是局長您那邊工業局 是不是等一下私下 我跟局長那邊調研 溝通一下 好 謝謝